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来到城市乐园 今天新的奥特曼又给我们带来变形蛋的玩具 这是最新的罗布奥特曼里面的布鲁奥特曼 它是一个蓝色的奥特曼战士 它的彩势计时器是圆形的 那你们知道它是借助哪一位奥特曼的力量变成的吗? 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一只怪兽的变形蛋呢? 先把它的手和脚变形一下 然后是它的尾巴 这只怪兽身上好像有很多领甲 出现了 原来是雷德王怪兽 它变成了一只真正的怪兽 不好了 它攻击了布鲁奥特曼 布鲁奥特曼站了起来 它变成了火焰的形态 它一拳就把雷德王打倒了 雷德王被打回到了防御弹的状态 布鲁奥特曼一脚就把变形蛋踢飞了 好厉害啊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怪兽蛋的是哪一位奥特曼呢? 诶,这和刚才的奥特曼好像啊 也是红色的 那这个奥特曼是罗布奥特曼里面的罗索奥特曼 它的头上有两个头标呢 然后,它的手上还有手刀 那你们知道 它是借助哪一位奥特曼的力量变成的吗? 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一只怪兽的变形蛋呢? 先把怪兽的手和尾巴变形出来 怪兽的脚藏在了下面 出现了 这是一只鸟形的怪兽 哦,它变成了一只真正的大怪兽 它还攻击了罗索奥特曼 罗索奥特曼站了起来 它想了想 这只火山怪鸟是火属性的 看来,我要变成水属性的才能对付它 罗索奥特曼全身变成了蓝色的形态 可恶的怪兽,看招 罗索奥特曼一拳就把怪兽打飞了 怪兽被打回到了防御弹的状态 奥特曼一脚把怪兽踢飞了 好厉害啊 接下来又会是哪一个奥特曼呢? 原来是欧布奥特曼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个形态吗? 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机器人的变形弹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它的身体可以分成好多个零部件 然后再重新组装起来 这一块是怪兽的脚 然后这是它的腰 再把它的身体组装上 最后是怪兽的头和手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个怪兽吗? 如果知道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不好了 这时候一只巨大的怪兽出现了 它把奥特曼和怪兽都打倒了 它还不断地攻击欧布奥特曼 这时候 布鲁奥特曼和罗属奥特曼出现了 可恶的怪兽 看招 它们把怪兽打倒了 布鲁奥特曼对罗属奥特曼说 这只怪兽是火焰属性的 让我们用水属性对付它 好的 看我的 变身 罗属奥特曼变成了水属性的蓝色形态 奥特曼又来发动必杀技了 可怕的怪兽终于被打倒了 被打倒的怪兽消失了 出现了一块水晶 原来这是刚才那只怪兽的水晶 接下来就由我们来保护大家吧 我们下期再见